还有你 你 都老大不小的了 一个不想找 一个不找 不识人间烟火 小光 我告诉你啊 你赶快给我找一个 马上结婚 行行行 我找我找 还有你 我跟大哥一样 也马上找 妈 咱们吃也吃了 喝也喝了 这大哥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你别在这儿耗着了 走 别在这儿休息 杨丽 坐下 坐下 我再说句话 你一定跟老二说 让她赶快生个孩子 听见没有 要不这是 没 我回家有什么事干呢 没什么事干 你知道没有 行行 听见 就是啊 大哥 你帮着妈催催 她这结了婚 不就是为了生子吗 你怎么样 干妈稀稀起哄呢 什么叫起哄啊 人家说的是对的呀 就是 行行行 说不过你俩啊 我手上还有很多事呢 你先陪她妈先回去吧 大哥 你自己要多当心身体啊 看你成天忙到个大半夜的 这时间长了 身体肯定会累坏的 我跟你说 大哥对别的不自信 对自己的身体呢 特别自信 打小底了就好 妈还知道啊 是 惨就惨得我没上过大学 我要是上过大学 哪怕是一年 我也不干这样的酒店 大哥 你还不知足啊 这已经很不错了 你这要是上过大学的话 这不得到天上去开酒店了 行行行 妈 咱们早点回去吧 你看我脑子不好老了 我还有点别的事 你先忙吧 我先忙去了 妈 妈 我先忙去了 一两人行吗 不行 唠的唠的 我快忙你们的吧 好 是啊 在清水的时候 日子又苦又穷 三个人到点就回家 你看现在这条件 不比清水好啊 可我心里老想着清水 我心里觉得 不如清水过得舒坦呢 妈 您别这么想 这么想心里不开心 您这不是自己 给自己找罪受吗 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拼命 他们哥仨在工作和学习上 压力都很大 您就理解一下他们 再说了 这不是还有我在陪您吗 难道我陪您您不高兴啊 你少替他们三个说话 嗯 我跟你说 小丽 到了这晚上 我才觉得冷清呢 这么个大楼几层 就我一个人 你说他们三个 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妈 我敢说 在他们哥仨心里 您是最重要的 他们现在都是有事业要忙 否则他们肯定天天 都陪在您身边的 您想开点啊 我真想想开了 小丽 我一个人见不着 您让我怎么想得开啊 那您看啊 不管怎么说 他们哥仨还都在你跟前 你像我呢 离开清水这么多年 回去见父母的次数很少的 跟他们比起来 您幸运多了 小丽 我真该说你两句了吧 你怎么这样 你还好姑娘呢 你常回去看看你爸爸妈妈 他们多不容易 把你带这么大 听见没有 我肯定常回去 听您的 站在家里哪儿不比清水好啊 你说 我老做梦梦见清水 我想那老屋子那院子 那会儿 不管刮风下雨 到了饭店三个人全来齐了 我炖的一大锅 什么破白菜炖豆腐 三个人抢着吃 我看着心里那叫美啊 记得那个时候大哥醉苦了 可是他为了豆兆明三弟 什么都肯做 真是当大哥的样 我还记得 他当时为了豆兆明 还在我们学校打了一架 你还记得呀 没把我气死 我跑到公安局去把他们 三个弄回来的 我跟他们说都给我跪下了 三个人整整齐齐跪了一排 现在想起了那些烦心事 怎么都成了美好的回忆了 那些事情在现在 真是想都不能想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大哥 真不知道他那些年 是怎么过的 尽管大哥经历了那么多坎坷 可是现在 依然创下了那么大一片天地 你知道吗 天云酒楼在我们京阳 是越来越有名气了 去的可都是一些 有头有脸的客人 我敢说 在京阳 没有什么饭店 比他的酒楼强的 你看他现在混得这么好 多少人羡慕他 可是我跟你说 我这心里一直觉着欠他 我这辈子还不清他 妈能这么说 要是没你大哥 就没有小明小灰的今天 这我知道妈 不仅我知道 我们清水的老邻居都知道 他们常说 大哥不容易了不起 小丽 妈说你一句啊 你自己老大不小的了 傻不傻 你的事怎么办 妈你怎么说着说着 又说到我头上来了 当然说到你头上 你的事就是妈的一块大心病 你知道吧 其实啊 这个 你说这水啊 有味没味甜不甜 不在水 在你放没放糖 过去的事 不在乎你怎么忘了它 在乎以后重新开始 是不是 妈 您说的意思我明白 您说的意思我明白 其实每个人都有过去 有好的有不好的 你要硬往过去跑 跑不回去 你要非往过去跑 那不是自己受罪吗 是不是 是 是 与其这样 还不如重新开始呢 我知道了 小丽 妈有点私心 我要是跟你说出来 你 你别介意啊 你看 你大哥吧 初中文化 你那么有文化 可是大哥的优点也不老少 你不刚才说了吗 是不是 你跟大哥 有没有这个可能 妈 你也太突然了 我是很钦佩大哥 可是我一直只把他 当个大哥看的 我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 你看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说我有私心 没这事就算了 就当我没说 也是啊 你呢 大学生 小光文化水平又不高 可话说回来呢 过日子 谁一天大晚 你告诉我在家里头 谈文化 谈学问过日子 那两人要过得好 比什么文化都强 是不是 妈 咱们不说这事好吗 好好好 不说不说 不说 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啊 妈 您还什么都没说 您说得够可以的了 真是把我吓一跳 别说我不能接受 即使您这样猛地 跟大哥一说 他也不可能接受 他要接受了呢 妈 我就是这么打个比方 您千万不要跟大哥提啊 我跟他说干嘛 我才不跟他说呢 咱俩的话 想听没门 妈 我给您去打些浇水啊 光 你告诉妈 你觉得小丽这个人怎么样 挺好的 她不好的话 妈能认得到干女儿吗 妈喜欢的没错呢 那当然了 我现在是问你 你喜欢她吗 妈 你啥意思啊 我想让你和小丽好 你听我说啊 我今天跟她说了 我说你俩能好 你听我说啊 她没说不同意 也没说同意 她有一句话 我记得特清 她说你要是跟大哥说了以后 那大哥会接受吗 你看 我现在问你 小光 我想让她做咱们家的大儿媳妇 你告诉我你接受吧 不是 你等等等等 小丽 真的给你这么说的 我看出来了 小光 我看出来了 你告诉你 你不让我看 你喜欢她 你喜欢她我看出来了 不是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吗 我是喜欢她 但不是那种喜欢 你这 妈 你怎么帮我们俩扯她一起去呢 你看这啥事啊 我看你俩行 不是 我给什么啊 这件事 你必须问清楚 小丽有没有这个意思 是吗 人家可是大学生 我俩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万一她没这个意思 以后我们俩怎么下台啊 你还没上台呢 你就琢磨着下台了 这人出息 你是妈的儿子吧 人家小丽都没说什么 你这不行了那不行了 你有点出息不行你 反正我觉得妈你说 你怎么帮我们俩扯她一起去了 真 我告诉你吧 你俩肯定能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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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哥 你怎么来了 我打你电话 打了老半天都找不着你 我只能亲自跑过来一次了 妈让我告诉你 周末我们家吃饭 这是 我已经知道了 大哥 你那电话老婆都不能用了 我打了半天都联系不上你 还是赶紧换一个吧 是吗 可能没信号吧 放心吧 我肯定换了 大哥 刘瑞瑞 你这会记住我的名字了 周大哥 这位是 这是我妹妹 你好 我叫刘瑞瑞 你好 大哥 我想了挺久的 我还是想单独请你吃吃饭 表示我对你的谢意 你这不开玩笑的吗 我自己开酒店还用你请啊 想吃饭到里面吃不就行了吗 对吧 大哥 你们慢慢聊 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那个 小莉 我开始送你了 不用了 大哥 大哥 那丫头好像对你挺有意思的 她要请你吃饭呢 你可别淡了一下 莉莉 我人不愧的 她只是我一个普通一个客人 知道了 走了 大哥 拜拜 我送你吧 莉 不用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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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想请你吃西餐 不用了 改天吧 总经理好 怎么回事儿吗 好 跟着心 有了 不是 你 这 是 和 我们 人 可